敢当众调侃巩俐不洗澡呢 恐怕就只有张颂文了吧 还说你不洗澡 说他擦鼻涕的时候 这个袖子上全是鼻涕的硬 2021年北京国际电影街上 张颂文娓娓道来一段 跟巩俐长达20年的往事 就是他影响了我将近20年 是不是他不知道啊 听闻此言巩俐一脸差异 紧接着张颂文便向讲故事般 道出其中细节 2002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租了一个中年男演员的小房子 小房子 粮食一丁 然后呢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 这个男演员叫刘佩奇老师 他当时很低的价钱 把房子给了我住 原来在张颂文刚毕业的时候 身无分文 以很低的价钱租到了前辈刘佩奇的房子 对方叮嘱他衣柜里有保暖的军大衣 冷的时候可以随便拿出来穿 某年冬天就在张颂文拿军大衣时 却突然掉出来一个红色的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 我捡它的时候 我手都抖 上面写着 秋菊打官司 拍摄日记 看到是刘佩奇拍戏时的工作手机 张颂文也没多想就直接翻开来看 然而第一篇关于巩俐拍戏有多敬业的描述 彻底震撼到了出出茅庐的张颂文 说小丽已经变成了一个本地的农村妇女了 她一点都没认出这个人是谁 她说 后来一问句子的同志们 说小丽提前了一个月 在一个农村的边家里住 她写的是 我也不知道是真实的 她说你在一个农村的一个人家里住 跟人家一起生活 一起去劳动 还说你不洗澡 不是真的 说她擦鼻涕的时候 这个袖子上全是鼻涕的意义 要知道这是张颂文二十多年前看过的日记 可如今对于其中的细枝末节仍记忆犹新 由此可见巩俐对她的影响到底有多深 而巩俐也在一旁全神贯注 不知不觉被张颂文温柔富有磁性的嗓音带入 后来张颂文和巩俐合作蓝星大剧院时 全程也都是抱着迷逼和学习的心态 上次楼叶让我去蓝星大剧院的时候 我见到她为什么我那么激动 我的原因 两人在电影中的对手戏也实在精彩 张颂文二十八秒内演绎五种情绪变化 也足以看出她是真的有演技棒身 而且张颂文对于前辈巩俐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尊重 两人一起走红毯时 即便张颂文留给观众的印象是硬汉大哥 但在气场强大的巩黄面前 她却有了重跟班小弟的气势感 担心巩俐穿高跟鞋不方便上台阶 张颂文会立马伸手弯腰去扶 而好的演员之间也会心情相惜 某次采访中拱黄直言期待今后能与她再次合作 要知道在国内外隐瞰 都享有一定地位的巩俐很少夸人 张颂文能得到如此赞誉足以看出她实力不安 张颂文的爆火究竟让多少人坠坠不安 连明导张继忠都不得不下场道歉 我不想演戏了今天 3月8日张颂文现身张继忠评论区留言道歉 表示因为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 令对方遭遇网暴深感惭愧 原来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她在沙漠拍戏 午饭过后同组人员把饭盒扔得到处都是 大风吹过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 出于环保张颂文跟剧组要来一个垃圾袋 在烈日炎炎下捡大家丢下的垃圾 不知不觉间她越走越远 等到回头一看同情的所有人乘车扬长而去 独留张颂文一人在荒漠中 本以为剧组人员不小心把自己拉下了 张颂文急忙给他们打电话 谁料对方接通电话就阴阳怪气道 你不是要捡垃圾马留在那慢慢捡吧 这时她才意识到工作人员是嫌她多事 张颂文也只能卑微地说不捡了不捡 语气卑微令人十分心疼 网友对其不红时被霸凌的往事耿耿于疼 对这位见人下菜碟的导演更是满腔目的 随后众人根据时间和地点推测 张颂文拍的那部戏正是张颂中的冰盛 一时间网友纷纷跑到 张颂中的社交账号下面讨要公道 面对铺天带地的指责与谩骂 吃不消的张颂中立马出面成情 表示与张颂文合作期间从未提出过此事 并且还表示拍戏现场的具体接人事务 不由自己直接管理 因此对于张颂文被遗弃完全不知情 事实上此前张颂文没名气时没少被罢脸 只因导演看着自己不顺眼 就当这二百多人的指着鼻子骂他滚出去 两百多人在那些眼睛看着 我耳朵里听见从四面八方有很多小的军人 哎呀滚蛋吧最多事就是他 听见了吗滚 如今这些一桩桩一件件往事被发出后 义森田英的网友想知道每个人的性命 然后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只是恐怕心虚的导演们早就闭门不出 相反的是各种明星大趴的曾热度 如果我跟张颂文我们在一起拍了一个电影 那就是在一起一搭戏 这就是好演员的节奏啊什么 一对着速度特别熟 好演员他总会有就是 就时间的事 他总会有机会 好在如今张颂文终于恐惊干白 也狠狠打了曾霸凌过他的人的脸 而像张颂文这样的一位实力派演员 且处处透露着谦卑绅士的正能量偶像 值得岁月对他温柔以待 导演只是想让他演罢 没曾想他却比假冰还要搞笑 因为这个酷斯迈克尔杰克逊舞蹈的动作 风鱼子也被网友戏称为迈克尔杰克 并在全网掀起了一波模仿热潮 火爆程度丝毫不逊色高齐声的嚣张步伐 其实导演本意是想让其演出风鱼子的胸口 角色形象是个半猪吃老虎的主 表面上看起来容易上当受骗没什么心理 实则是一个多意奸诈不折不扣的亡命之徒 谁料在王佩露的演义下 风鱼子竟成了本剧的一大笑容 还因此收获了网友的一众好比 而翻看王佩露此前参演的作品 就会发现他的搞笑技能炉火纯青 尤其是在电视剧《洋语》中 可谓是贡献了全剧中最大的笑容 然而在当初狂飙选角时 王佩露差点失去这一爆火的机会 已是导演为选定徐江这个角色 在贾兵跟王燕辉之间犹豫不决 但王燕辉害怕自己在上今日说法果断拒绝 于是这个大饼就落在了贾兵头上 然而这时导演又有了新的想法 就是想让徐江跟风女子有个体性区别 毕竟一个反派身宽体旁 另一个最好又瘦又矮才能体现最大反差 因此便找到配角专业护王佩露 谁曾想加上贾兵竟直接成就了狂飙的卧龙凤处 贾兵子可都没想到 明明努力地在演黑老大 结果在网友眼中还是欢乐喜剧人的形象 甚至不少人嘲笑他比演小品还搞笑 并且贾兵饰演的徐江最大的魅力 还在于他京剧频出 剧中他和高启强在白金汉复杂脑袋的戏 谈成全局的搞笑名场面 虽然杂人用的烟灰缸是导魔道具 但砸在脑袋上还是很 被脚的膝盖 无科本着敬业的原则 贾兵向张宋文发出了真杂邀请 没曾想两人谈判完分开后 就各自圆形毕露 前后气氛的强烈反差 也让该片段收获观众好评 不仅如此就连徐江下线的那场戏 都处处透露着搞笑 金海这么多年 我花了这么多钱 养分了这么多人 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而意犹未尽的贾兵还别出心裁了 设计了自己在剧中的死法 我说这 我说既然我老大我要面 我说旁边 我看了没有 有这个桌子 我就把那桌子都抬起来 死的时候我自己不能躺地上 死我就怕桌子让死 只能说导演的选角眼光实在是毒辣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